各位国立台湾图书馆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汉征数位图书 那我们这支影片呢 主要是要为各位介绍美国19到20世纪初 驻厦门领事档案 这个目前我们图书馆有收录的一个电子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呢 它主要当初收录的这个资料来源呢 是来自美国国家档案局National Archives 它的一些萎缩 那它内容涵盖了1844到1906年 那美国驻厦门领事馆呢 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公文文书 那因为厦门离台湾非常近 所以当时呢 如果说就是台湾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呢 其实往往都是厦门领事馆这边去处理 例如这个1867年的 罗魅号事件还有之后这个牡丹社事件 都跟这个厦门领事馆脱不了关系 那像最有名的一任领事呢 应该就是李先德 那他为了处理当时的这个罗魅号事件呢 他还来这个台湾南部 然后去跟原住民交涉 那在他报告给这个美国国务院的文书里面呢 也有提到一些 他在这个台湾的一些所见所闻后 所以是我们这个了解台湾历史呢 很好的一份史料 那这个资料铺要怎么用呢 就是进到我们这个 国立台湾图书馆资源探索底下的这个数位资源 好 然后进到这个数位资源这个网页之后呢 有个电子资源查询系统 你点下去之后呢 就要输入个人的帐篇 那我这边是已经输入好了 节省大家时间后 然后进到这里呢 这个是我们电子资源查询系统 好那我们就输入这个关键字 好我就输入厦门两个字 他就帮我们找到了 美国19到20世纪出驻厦门领事档案 点进来之后呢 就进入这个资料库可以使用 我们就按进入就可以使用了 好 那这个资料库呢 他的这个逻辑呢 跟微说是蛮相像的 他就是按照年代 然后去把当初这个领事呢 他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这个资料呢 去把收入在里面 那像以我们刚刚举的这个 李仙德他的一些报告书为例 他是收入在这个 1869年这个部分 然后像比如说3月31号 这个都是他的报告书 那我们只要按这边 按这个箭头就可以一直翻阅 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然后这个内容呢 这个PDF档呢都可以下载或者是列印 好 那这里面我想还有很多 可以爬书的这个材料 那我们这边只是举个例子做介绍而已 那我们这个厦门领事档案的 这个介绍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